他怎么了 兰静想起来之后又接着问四夫进 不是说石哥对他还不错吗 说到这儿 兰静又觉得出问题了 难道说这石嫂是因为嫉妒这个锅鲁罗氏 所以才一直与石哥闹的 嗯 应该是这样吧 四夫进想了想之后点了点头 虽然他话里并没有说得这么明 但是那个锅鲁罗氏在老石的府里 那可是独一份儿的 为老石生孩子的只有他一个 除了第一个儿子夭折以外 还有两个儿子傍身呢 师弟妹心里怎么可能会没想法 有想法他就跟石哥说呀 石哥又不是一个宠妾灭妻的人 他是石哥的狄伏记 有什么想法直接说就是了吗 说可能是说了 只是这个说的方法肯定是不对路 你跟他只是大面上打过交道 并没有私下与他谈过话 说实在的 就是我也受不了了 更别说是老实了 他的性子有这么坏吗 坏不坏的倒没什么 只是他总把蒙古的关系放在嘴上挂着 这就有些让人受不了 他可是对四嫂有什么瞧不起了 兰静听出了四夫进话中的未尽之意 我倒没什么 我只是为老石不值 四夫进叹了口气 之前黄阿玛不在 他能有着性子不回府 现在黄阿玛回来了 只怕他们又要吵了 好在你们也回来了 等咱们一起去看看 能不能想个办法吧 是啊 盼上这么一个以身份压人 以背后势力来威胁人的媳妇 也是够让人操心的了 偏偏这个媳妇又不好修 这就难怪十二个干脆避而不见 他要是这样的话 那可真够笨的 兰静摇了摇头 这样除了会把十哥越推越远之外 起不了别的什么作用 真要是把十哥惹急了 让他的性子上来 那可是会不管不顾的 真的到了那个时候 我就不信 蒙古那边会为了他和咱们翻脸 这道理咱们都知道 可是他不知道啊 四夫进苦笑地说 他现在觉得呀 在咱们这个轴里之间身份是最高的 实地应该因为他给自己长了脸 而对他摆一摆顺才是 我听他口里的话 对八弟妹是很羡慕的 说老实连八弟的一半都赶不上 又说自己没去跟华阿玛告状 已经是很给他面子的了 否则他早就不知道哀讯多少回了 这么说十哥还应该感谢他了 他想让十哥对他好一点 这一点我能理解 毕竟大家都是女人 可是像他这般 又哪里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了 两个人正聊着呢 外面守着的小墙并抱着 爷回来了 四爷和十爷也来了 还真是说草草草草的 蓝静笑着起了身 四哥定是来接四嫂和红灰的了 怕是来训我的 四父进也起身了 一边跟着蓝静一起出外相迎 一边摇头说 肯定是要说 就这么等不及跑来 不成体统了 不会的 四哥肯定也是想红灰的紧 他当然是想儿子 可是他严妇的派头 却是不能丢 果然在大家互相见礼之后 四二哥开口就说四父进 你怎么跑来了 红灰都多大的人了 还有你来接 看吧 我猜对了吧 四父进对着蓝静笑了笑 然后对四二哥说 妾身会过来 一是因为想红灰了 二也是想来感谢 老十三和弟妹这次出门 他们照顾红灰 肯定也很辛苦了 四嫂说这话就见外了 蓝静含笑 引着大家进屋坐下 边走边对四父进说 再说 红灰那孩子又是个极懂事乖巧的 这一路上就没有用我们操什么心 相反的 倒是我们常常想他的福呢 因为他表现得好 我们也跟着风光不少 而且他还钓鱼给我们吃呢 你也不用替他说好话 四阿哥皱着眉头说了一句 红灰就过来了 红灰 等到红灰见过李之后 四阿哥就板着脸说 走之前我和你额娘再三地叮嘱你不要乱跑 结果你却当成了耳旁风 若不是有你十三叔护着 你这条小命可就交代了 是儿子做错了 请阿玛作罚 红灰老老实实地说着 哼 罚当然是要罚 只是要等恢复之后 四阿哥冷哼了一声 现在还不赶紧去大理谢过你十三叔的救命之恩 不用了不用了 十三阿哥连忙地摇手说 在塞外的时候 红灰已经谢过了 再说 咱们哥俩还用说这个 说起来 我一直是将红灰当成我自己的儿子一般看的 说他是你的儿子也不为过 四福尽开口说 算上这一次 你一共救了他两回性命了 也等于是他的再生父母 而且不只是十三弟要谢 弟妹也是要谢的 四嫂 您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我以后可就不敢再登门了 十三阿哥忙说着 好了 这事就翻过去别提了 我们还说说正经事 什么正经事啊 蓝静没有明白十三阿哥的意思 不就是四阿哥和四福尽来接红灰吗 还有什么事啊 不过他随即又看了看十阿哥 难道是因为他吗 啊 十哥看好了咱们的庄子了 果然 十三阿哥接下来说着 想借着住些时候 庄子 蓝静愣了一下 那如何使得 这庄子是出产农作物和养殖一些动物的地方 即使再收拾再规整 一般也不是用来代客的 更别说是招待十阿哥这个皇子了 就是啊 四福尽也摇头说 这庄子里哪是十弟住的 十弟若是实在想散心 我们那儿倒有个别院 虽然不大 但是景致倒还可一看 谢谢四嫂 十阿哥冲着四福尽笑了笑 不过不用了 我就是想住老十三的庄子 听到十阿哥这么说 四福尽就笑了笑 不再说什么了 你可想清楚了 四阿哥却看了一眼 十阿哥淡淡地问着 是啊 我想得再清楚也没有了 十阿哥肯定地说着 那随你折腾吧 四阿哥点了点头 又嘱咐着十三阿哥 你看着他点 我知道了 十三阿哥笑着答应了 行了 四阿哥转而对四福尽和洪辉说 你们也散够了吧 回府吧 你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把四阿哥和四福尽 一家三口送走之后 蓝静回到了屋中刚坐下 就出言问着十三阿哥和十阿哥 哦 没什么呀 十阿哥笑着说 我不过就是闲着无聊了 觉得你们的庄子弄得不错 想着去看一看 学一学嘛 哼哼 这话留着你们偏外人去吧 蓝静嗤之以鼻地说 不愿意告诉我就算了 我还懒得听呢 只是将来在应对之下 因为不知情出了什么错 你们可就别怪我了 弟妹也太小气了 十二哥赶紧说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吗 这瞒谁也不能瞒你呀 这事确实也得让你知道 十二哥笑着说 这样 将来若是花马 或者是花马魔问起来 你好心里有数 怎么扯上花马魔和花马了 蓝静皱了皱眉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 可是跟十哥这些日子 住在我们府里的事有关吗 说有关 自然是有关的 十二哥笑着说 这些日子住在你们这府里 是为了那个凡人精 要住到你们庄子里 还是为了那个凡人精 凡人精 蓝静知道十二哥 这话应该指的是十福静 但却有些奇怪 因为他的用语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激烈 他指的是十嫂 十三二哥对蓝静说明着 我知道十哥是在说十嫂 只是在奇怪 他为什么这么称呼十嫂 我这么称呼他有什么不对 十二哥理所当然地说 就他的所作所为 我这样说他还是轻的呢 就是轻了才奇怪呢 之前跟四福静说话的时候 蓝静还没有多想 现在见了十二哥 这样一副云淡风轻 很无所谓的样子 他就觉得这事儿 哪里有些不对 想想也是 若是按照十二哥 以前的行事风格 自己的老婆 如果敢挑战他的威严 只怕早就闹起来了 怎么可能会逼出府来 要逼也是十福静逼出去 施扫 蓝静斟酌了一下说着 大概只是性子比较直吧 他那不是直 他那是傻 蠢 是笨 十二哥冷冷地说着 虽然蓝静也觉得 十福静够笨的了 但是他一个当弟妹的 在私下里说说也就罢了 当着十二哥的面 即便是他先开的口 也不好去附和了 想想之后提了个建议 或者我找个机会 去跟十嫂谈一谈 嗯 你千万别去 十二哥忙出声制止着 上回四嫂去了 我是事先不知道 否则也肯定会拦着 就他那样的 你们越去谈 他就越发的上来了 就按我说的 你也告诉其他人 谁也不用去理他 这怎么可能呢 他可是你的福建 除非是不见面 只是要见着 我们这些当弟妹 当嫂子的 又怎么可能不理他 他若是能记着 自己是我的福建 也就不会被人 一挑唆就上套了 挑唆 上套 蓝静听到这两个词 心中又是一动 怪到 这十二哥和十福建 成亲也有些日子了 之前也没有听说 有什么不对的 却突然之间 就会把关系 弄得这么僵了呢 原来这其中 果然是有着阴游 只是到底谁在挑唆 又为什么要挑唆 挑唆的十二哥夫妻不合 对他们 或者是对他 又有什么好处呢 还有上套 上什么套 这个套是给十福建设的 还是给十二哥设的 还是给和十二哥交往 比较亲密的 四二哥和十三二哥设的呢 好了师哥 十三二哥插进话来说 你这一句一句的 就不能一次性 把话直接说明白了 看弄得我福建 一头的雾水 好好行行行 十二哥笑了起来 我这是投其所好啊 他不是总喜欢 给人惊喜吗 兰静一见十二哥 居然笑了 还不是苦笑 而是畅笑 自然是更加的 摸不着头脑 但有一件事 他却是明白了 那就是十福建 做出了一些 不着调的事 肯定是有的 但十二哥对此 并不是很恼火 不 应该说是 他很恼火的 但却并不是 自己以为的那种恼火 现在看他 居然有心思 在这里逗去 想必是心中 已经想通了 也做出了决定 爷 既然十二哥 已经想通了 蓝青自然也用不着 再小心翼翼地 怕说错了话 于是摆出了一副 担心的样子 看了看十二哥 又再看了看十三二哥 说着 十哥他 不会是受了刺激 脑子有些 不太好使了吧 地面 你少来损人 十二哥 停住了笑声 不懈地说 就这些烂人 还陪刺激我 这些 蓝青又抓到了 一个敏感的词汇 好了 十三二哥笑着 把话揭了过去 十哥你不说 那就由我来说 说完了 咱们好用善 说到这儿 十三二哥 又想起了一件事 又问着十二哥 对了 我那些个好酒 你没得喝光吧 你以为呢 有我在这儿 怎么可能会剩下 十二哥很是得意地说着 到了后来 居然还埋怨上来 不过你这酒 也太少了 喝了没多少日子 就空了 害得我 还在让人送来 你还嫌少 十三二哥 恨恨地 瞪着十二哥 我才开服多少时候 能有这些 已经是不错了 那可都是好酒啊 让你这么 牛角牡丹地喝了 真是白糟蹋了 酒本来就是喝的 喝起了肚子 就不糟蹋 十二哥 依然笑得很得意 又提醒了 十三二哥一句 对了 送酒来的账 我可是挂在你府里的 不管 十三二哥 瞪了十二哥一眼 谁喝的找谁结局 我可不认账 你不认也不行啊 十二哥嬉皮笑脸地说 那酒可是送到你府上来的 没见过你这么无赖的 十二哥虽然还是狠狠地说 但是很明显 已经认了这个倒霉 爷 兰静见他们开玩笑 也告了一段落了 就插话进来 今儿个 十哥在咱们府中喝了酒 明个儿就有可能 咱们到十哥府上 得了什么东西 这自家兄弟 本来就是这么有来有往 才显得亲近嘛 好了爷 不是说要告诉妾身 你和十哥到底在搞什么鬼吗 赶紧说吧 别让妾身总闷着 十三二哥却没有马上开口 而是先去看了看十二哥 十二哥很大方 很无所谓地挥了挥手 说吧说吧 我本来也没想瞒着弟妹 等听了十三二哥说过之后 兰静才将之前的一灵半爪连接了起来 这十伏静是外藩蒙古郡王的女儿 又是个自小就很受宠的 虽然不能说是予取予求吧 却也是少有要求不能达到的 就这么着顺风顺水地长大 也就养成了他较为张扬骄纵的性子 刚嫁给十二哥的时候 还能记着阿玛的嘱咐 虽然偶鹿因此本色 多数的时候还是较为安分的 而十二哥呢 平白娶了这么一个身份高位的女子 却并没有让他欢欣鼓舞 反而的 他却觉得是很气囊 因为他知道 大清现在不再需要一个蒙古皇后 所以当皇阿玛将这个蒙古附近 指给自己的时候 也就意味着自己与大魏无缘了 虽然十二哥并没有想登上大魏的意思 但他自己不想是一回事 被人剥夺掉资格 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更何况 这个蒙古附近的性子 与他也根本就不合 虽然十附近已经尽量地 试着收敛和安分了 但是这种掩饰性情的事 他却并不擅长 所以总是时不时地 会流露出真实的自我 不是与十二哥针锋相对 就是严厉训斥十二哥其他的妾室们 甚至动手打人的情况也是有的 就这样 一次偶然 两次偶然地流露来流露去的 让本来心中就不太舒服的十二哥 更加地不高兴了 对十附近开始就称不上热情的态度 自然也就简单了 十二哥与十附近的关系大了 相应的 对其他妾室们也就多关注了 而得了他的宠爱最多的 就是那个取义婉转的锅洛罗氏 于是时附近也高兴不起来了 就更加时常地去找锅洛罗氏的茶 只是手法却并不是很高明 每每都会让十二哥知道 从而让他更加地不喜欢 两个人的关系就此也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 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 毕竟十附近在惹恼了十二哥之后 虽然不是每次 但总也有几次会放下身段试着服软 念着他已经是自己的福尽 又是离乡背景的来到京城 十二哥虽然不喜欢 但也愿意给他相应的体面 只要他犯的错并不是太大 也就不去计较 只是没想到 这种局面维持了一段时候之后 十附近却变了 不是往好里变 而是变得更加地让人不能容忍了 十附近的变化 对他与十二哥之间 已经不太和睦的感情来说 绝对是一个雪上加霜 若说他以前的性情 只是张扬一些 交纵一些 那么改变之后的他 就变成了傲慢跋扈 以及咄咄逼人和无理取闹了